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与郝优宜 今天在两天都在高雄走行程 来进攻到沉历艰难的选区 要来邮官民調 邮官那北合作是不是邮国奔拼了 现在当你美国在访问的官文提供 这个那北说要合作说得要一年了 但是很久也没有人来找他说要怎么来合作 而郝优宜是来回应说 沉历艰难的沉历艰难的选区 有希望这样金箭绕台这样没有 没有嘛 用食材的台译批评民政党 但是现在更大的问题是 如果要合作不太简单 我说你们南白河也没有 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到底要怎么去 对不对 我看他们都不反应 我说那这样好的 比民调嘛 输人退出退休 我至少有两个礼拜很清静 不会有人在怀我 对很多疑惊 其实我们都有共同的减色 如果站在立场处处为人民着想 不需要想太多 那真的不用想太多 白民每天在报道说 替后尤其炒盘 栓前这个金箭绕 才是金箭绕的最大变数 帽子扣在我头上 然后把我当作一个话题来炒作好 我今天早上跟朱主席 特别通过电话 我们两个都一致的要严正的驳斥 因为这是有人在故意放话挑拨 分化我们 关键正有公布节目去备会 但是如果要合作 现在到底是够新款的程度了吗 其实这个就是商场上所谓的 我们堆积木的方式 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 先把基础垫起来 然后再谈判 贸易谈判常常用这个字眼 不要讲一些情绪的话 双方都不必有任何情绪的这个 动作或言语 金箭绕 看下的合影国民体 对国民党的火器 人家说不免得这样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